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十一集 徐凤年带着一对萧綦回府来到老葵住下的院里 一进屋就看到满桌子的佳肴 一看就是个无肉不欢 无酒不畅的家伙 王王 黄老九去跟五弟成那王老仙掰命了 神情落寞的徐凤年点了点头 坐在白发如雪的老葵对面的凳子上 一言不发 小娃娃 不曾想你还是个念旧的柱子 这一点比起你爹可要厚道得多 徐霄这屠夫诡计多端不说 还大毛二人口迷附近 共欢难可以 这我想同富贵 就是扯你娘的卵了 小娃娃 生气了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跟我打架不成 没了黄老九 除非北梁王府把剩余几位躲躲藏藏的高手都喊出来 才能与爷爷一战 老黄不在喽 你才敢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没啥好丢人的 黄老九剑术造诣只追那个没事喜欢拿着桃花枝作怪的邓太鹅 天下学剑人何其多 便是那无家剑种 近三十年也没能出一个能让王老仙双手一战的剑客 爷爷我输给黄老九 心服可服 自打我出生起 用剑的除了邓太鹅与王老仙打成平手 也就黄老九略输一筹了 全天下一双手数得过来 老人这番话让徐凤年多了几分好感 觉得高手不愧是高手 瞧瞧这胸筋 凡夫俗子哪能有啊 难怪世间高手啊就那么一小撮 本公子成不了高手 那是极其的情有可原嘛 可徐凤年才刚有点佩服 老葵一句话就让无意间树立起来的高人形象 功亏一篑 哇 哪里有宽敞点茅房 这里相亲待遇的马桶爷爷做不惯 在湖底边了这些年 拉屎放屁都不能求个痛快 你就赶紧给爷爷找个风水宝地 一些千里去 顾摸着能让几里路外的人都闻到气味 看着嘴里还塞着烤肉的老葵 就想着去谋访熏人了 徐凤年脸庞僵硬抽搐 起身喊了仆役领着锁链锯刀拖地的老家伙去茅测 世子殿下自己呢赶紧脚底生风溜得远远的 一路上不停照着脸骂劫 吴童院是徐凤年长大的地方 因为古语有云 凤非无不止 黄非同不弃 大祖国徐霄总喜欢语重心肠 儿子呀 当年你娘生你的时候 做了个鸾凤入腹的梦 你是天生注定的大财呀 爹不疼你 疼谁去 那为啥没世外高人说我骨骼清奇 试炼我奇才 真正的高手都是在一个地方 屁股扎根就不肯挪得住 你看那个王先知 还有吴家剑种那些个老见识 哪个没事出来自称是高手 出来混的都是江湖骗子 他们哪能瞧出我儿的天生异禀啊 徐凤年虽听着言犯 但心底却羡慕那些武功卓绝的大侠好汉 特别是看了老黄和老葵的手段后 难免遗憾 等徐凤年进了梧桐院 这点黯淡心情就云淡风轻了 名叫青鸟的大丫头 迎了上来 缠绕名贵鼠袖的铅柔手臂上 停着那只六年缝毛笋 见到世子殿下奄然一笑 公子 红薯已经暖好了床 绿椅趴在其墩上 等公子与他坐饮烂磕呢 徐凤年伸手指斗了斗毛笋 笑着进屋 外屋早有两位秀妹丫鬟 替他摘去外山 梧桐院的四等 共计二十几个丫鬟女币 原本都是类似红色 鹰哥的文雅名字 可世子殿下游历归来后 除了青鸟姓云蟹 其余大多都被改了名字 连因为身有幽香 一直最受殿下宠爱的大丫头 红色都无法幸免 被改成俗不可耐的红薯 其余还有更倒霉的 例如跟烈酒同名的白杆 最不幸的 则是因为喜好黄衣裳 就得了黄瓜称呼的一个丫头了 进了内屋 徐凤年跳上床钻进被窝 搂着一位二八妙龄家人 整条被子都是芬芳沁人 再过些时日会更神奇 怀中丫头只要走出门 就会惹来疯蝶 她便是大丫头红薯 徐凤年倒在床上 让大丫头红薯揉着太阳穴 正正出神 二等丫鬟绿椅 见主子心情不佳 也不敢打扰 你们都出去 没有我允许 就是徐霄来了都不让进 等丫鬟都离去 徐凤年立即正经危坐 从怀中掏出 大概可以称之为剑谱的紧帛 这可是老黄的毕生心血 徐凤年拿出了书机盒 想要开启盒子 必须一步不差 挪动72个小格子 盒子坚硬非凡 便是刀砍剑劈 也别想得到里面的东西 徐凤年动作娴熟 闭着眼都能打开这娘亲的遗物 将剑谱放入 重新把盒子推进床底暗格 这才躺回大厨 徐凤年估摸了一下时分 那白发老魁怎么也应该顿完毛测 起床出了内室 自己套上锦绣衣衫 黄瓜 那丫鬟立即去别院拿来三根黄瓜 徐凤年手里拿了一根 夜下夹了两根 边走边啃 老魁呢 这会儿不仅拉完屎 还洗了个澡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坐在台阶上 低头抚摸刀锋 娃娃 你还真是不怕 老魁说你不仅是天下使刀的第一好手 一生不曾烂杀一人 所以我不怕 这话一半真一半假了 我不胡乱杀人不假 却不是用刀最厉害的人 娃娃 你这张嘴也忒有话了 我不喜欢 只要是姑娘喜欢我就成 老爷爷你不喜就不喜 反正揍了武当山那只乌龟 我们就分道扬镳 不过老爷爷若还惦念王府的伙食 尽管留下来大吃大喝 欢迎至极 那武当山师祖 大概几片 应该不高 只是辈分离谱 三十岁不到的武当山道士 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吧 何况江湖上也没他的名号 哦 那应当是修大皇亭关的 武当山掌教王重楼的小师弟 爷爷当年进入梁地有错耳闻 武学资质倒也平平 但专于道法大术有些玄气 老爷爷打得过 小娃娃 爷爷送你一句话 打不打得过 得打过了才知道不是 这话听着豪气甘云 可结果怎样 不是在湖底待了十几年吗 别以为爷爷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咱们往那狗屁武当山闹一闹 老魁猛的起身 身影将徐凤年整个人都笼罩其中 两串锁链铛坐下 闹 两百北梁铁骑浩荡 一个魁梧老武夫身着黑袍 长刀拖地而奔 尘土飞扬 山崩地裂 一星人直冲武当山门的玄武当兴牌坊 为手一骑竟然直接马踏而上 穿过了牌坊才勒住江上 百年江湖 胆敢如此藐视武林门派的似乎只有那个让老一辈江湖人谈虎色变的徐人图 要虎父犬子吗 给你们半个时辰 让那骑青牛的滚出来 这帮武当山道士很为难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 山上有个辈分跟玉柱峰一般高的师叔族 喜欢稻齐青牛 可他们只是山脚玉清宫的普通祭酒道士 且不说劳驾不斗那师叔族 便是师叔族好说话 跑到太真宫最快也需要足足半个时辰 来回便是一个时辰 山门这边闹哄哄 小莲花峰陡峭山崖边上的龟驼碑边上 却是安静得很 一位相貌轻易的年轻道士躺在石龟背上晒太阳 一招手 远处吃草的一头青牛走上前 牛脚上悬挂有几侧稻藏古籍 他摘下一侧刚要翻阅 略一掐指跳下龟背 寻了根枯枝 在地上画了密密麻麻天干地支 脸色微变 不停自言自语 最终重重叹息 细致理了理盗袍袖子领口 翻身上牛 盗旗牛脚挂书 下了小莲花峰 知如闲死到边 屈如钩反封喉 谁也尾于途中 谁留骨于堂上 出了小莲花峰将青牛放了 小心翼翼取下其中一卷 风皮是灵源大道歌的道教典籍 边走边看 津津有味直奔武当山脚 路上偶有道士驻族 喊他师叔或者师叔祖 他都会笑着打个招呼 相当平易近人 众人只觉得 这位年轻前辈实在是情恳 不愧是在玉清宫内 著书过无数古传孤本的师叔祖 难怪掌教赞誉一句 天下武学和道统都将一见当之 却不知啊 这位口碑极好的师叔祖 此时在两眼放光 看一本最为道学家不齿的 厌情小说 只不过贴上了灵源大道歌的封面罢了 就算被你打得鼻青脸肿 这书坚决不完 其牛子 再躲老子就带人踏平太秦功 将你连同龟驼碑 一起丢下小莲花锋 武当山百年来 最被寄予厚望的年轻道士 畏畏缩缩出现在众人视野 在离北梁铁骑隔了老远的地方停下 打了个骑手 小道 见过世子殿下 徐凤年和洪喜相二人 几眉弄眼 护地眼神后 便一起走到一处辟静的地方 道士们见到师叔祖 潇洒的背影 皆连连赞叹其风骨 只是道士们不知 三人到了一处辟静地方 他们心目中地位崇高 仅似于仙人一指断苍蓝的掌教的师叔祖 就被徐凤年卷起绣管 拳打脚踢 整整一炷香的世界 别打脸 别踢你 打完收工 做了个气韵丹田的把势 徐凤年终于神清气爽了 丢下一本宴情禁书 扬长而去 却不是下山 而是带着老魁走了跳课于悬崖中的青石板 扬长小道 登上悬于峭壁的 敬乐宫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十二集 这处电雨最大的出奇 在于有一座奇雨祭坛初悬崖而见 仿北斗七星 道教典籍相传 武当山紫云真人曾在此举霞飞升 敬乐宫寻常不对外开放 一些个寻忧探辟的文人雅士 都只能在宫外无功而返 只不过徐凤年托大祝国老爹的福 可以带着老魁大摇大摆来到七星潭 山峰凛冽 老魁盘膝而坐 一眉烈烈眯起眼睛 眺望远风云海 老爷爷 你小道士功力如何 武功道士平平 似乎跟你是一路的备烂祸 可惜了啊 爹娘给他的那副上好骨壳 至于道法如何 也没个试探法子 不治不治 想必不会太差 也不会太好 天下的难事 大抵都逃不过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的路数 不肯吃苦 哪能整财 奇了怪了 武当山子们就相中了这块材料 我不是与禅宗的子孙丛林一般 想不通想不通 这道法玄术 能拿饭吃 还是能杀人 小子 你问错人了 可不能杀人 洪喜相 你为何不肯下山 走过那玄武当兴的牌坊 五岁上山 八岁学了点衬尾皮毛 师父要我每日一小算 一月一中算 一年一大算 算何时能下山 何时需要在山上闭关 可自打我学了这学问 就没有一天不需要闭关的 据说你师父临终前 专门给你定了条规矩 不成为天下第一 就不能下山 那你这辈子看来是都不用下山了 天下第一不假 可吃饭最多 读书最多 都是第一 很多的 师父又没说是武功第一 总有我下山那一天 可那时候人都老了 再见面白发见白发 有用吗 洪喜相合上眼睛 没有说话 徐凤年长呼出一口气 冷哼一声走出祭坛 与道士擦肩而过的时候 微微驻足 徐凤年面无表情地走出静乐宫 身后汉刀老魁若有所思 洪喜相等世子殿下走远了 然后姿势不雅地蹲着 双手托着腮帮 正正出神 红豆生难过 春来发之 东凋毙 相思不如不相思 道士头顶 石树枝充满灵气的 红顶仙鹤盘旋鸣叫 将他衬托得宛如天上仙人 他突然捂住肚子 愁眉苦脸 又饿了 有点意思 那小牛鼻子倒是有些道行 嗯 怎么说 那我二修的是无上天道 嗯 玄而又玄 空而又空的东西 也有人往上面钻牛角签 不怕到头来才发现竹篮打水 我也不喜欢这些摸不着头脑的玩意儿 徐凤年到了山脚牌坊 不理睬那些继久道士的卑躬屈膝 抬头回望了山上一眼 这是躲着不出壳的乌龟 两百公里于台阶下的萧綦 见到世子殿下 重新上马 动作整齐爽利 没有任何多余 小子 我就不回王府了 没有黄老九 贼我去 哎 要不然先等我行了吉冠礼 若没有老爷爷 凤年早就死于湖底了 大概还有半年时光 我给老爷爷多备些好吃好喝 救命大恩 我能报多少是多少 刚好 老魁思索片刻 点头算是答应下来 看得出来 这位刀中雄魁 对眼前北梁最大的高梁子弟 其实并不反感 一路驰骋回了王府 刚进城时 天上又没来由飘起鹅毛大雪 简直是要下风 徐凤年动得直哆嗦 踩到家门口 望眼欲穿的门房 就拾去的双手递上一席上品壶球 小心翼翼给世子殿下披上 比伺候亲生爹娘都要殷勤 也不知道老黄衣服带够了没 跟老魁道一声别后 静止单独走向余幽威所在的院落 漂亮女子被冷落 成天孤芳自赏 太宝天天物 不好 不符合徐凤年养花须浇水的脾性 期间 路过江泥撑不上院子的贫寒住处 看到一山单薄的王国公主 半蹲着堆雪人 要给你添置些暖和衣物 嫌赞 我就是随口一说 反正好人我当了 你领情与否可不关我事情 我就喜欢你这样 总让我占便宜 跟你做买卖 自己赚 离开前 徐凤年赐了这小婢女一句 你身上穿得再寒碜 可不还是我的东西 有本事拖了去 那才是女侠呢 江泥假装听而不闻 与无赖皮后的徐凤年斗嘴 她总是殊多胜伤 仔细想想 甚至可能没一次能占了上风 心情舒畅的徐凤年 见到余有威后 心情就更好了 徐凤年脱了靴子 躺在余有威身边 靠着她暖欲温存的 婀娜身段闭目养神 去了趟武当山 把一个跟长教 同辈分的道士 结实揍了他 厉害不厉害 是大祝国厉害 徐凤年 睁眼把她转过身 狠狠拍了一下 她的逃行远滚翘 嘿 也亲手教你怎么拍马屁 此时 院中传来 梧桐院二等丫头 绿椅的清零嗓音 说是 龙虎山的书信到了 徐凤年顾不上 开游于又威 胡乱穿上靴子 跑出房子 接过书信 带着红薯 去到了自己的梧桐院 在龙虎山老道士的信中 得知弟弟修行进步飞快 心中快慰 回家书一封 阎末 屋内顿时束手阎魔 红袖天香 忙碌起来 徐凤年提笔后 却开始犹豫 一时间不知如何下笔 差点抓耳挠腮 正应了那句 书到用时方恨少 是非经过不知难 林家那个吃胭脂的货 见着学校没有啊 见过了 却没肯走 莫非之浪荡子 还想吃你们的胭脂不成 那只破烂绣花枕头 可不如姐妹们的眼 我就不是绣花枕头了 世子殿下不是枕头 奴婢才是 哼 这小嘴 好生了的 徐凤年竭尽全力 掏空肚中墨水 才勉强回了封家书 絮絮叨叨 都是些芝麻绿豆小事 与初衷是南辕北辙 最后 不得不自己安慰自己 若写高深了 黄蛮尔也听不懂 直摆最好 写完信 徐凤年伸了个懒腰 到了房外 拉着青鸟出了梧桐院 准备去凤仪馆 逗弄凡妹妹 至于临叹花 徐凤年觉得 很对有龙羊之号的 李汉林的胃口 嗯 府上可以有动静吗 有 哦 是奔听朝廷那边 还是找学校的 不知 哎 现在上钩的越来越少了 世子殿下 世子殿下这些年闲来无事 就故意让原本常年戒备森严的北梁王府 在某段时间里 故意放松 但内紧 美其名曰 钓鱼 专门勾引那些垂涎武库 绝学密集的江湖好汉 或仇家刺客 据说有一次 曾上钩了四批不速之客 最后被关门打狗 第二天拖出去喂狗的尸体 就有二十六句 徐凤年的无聊至极 可见一万 有礼归来后放牌两次 但没有收获 想必那些草莽侠士都缓过神 回过味了 少有上当的余下 就是不知今天成果如何 青鸟突然停足 回望梧桐院 怎么了 没事 徐凤年压下心中疑惑 来到凤仪馆进了屋子 看到樊妹妹在和姓林的手谈 见过世子殿下 不等徐凤年搭话 门外传来王府假式的兵戈嘈杂声 林家公子一头雾水 那樊妹妹却是七婉一笑 神情复杂望向徐凤年 大驻国义子中排名仅次于陈之报的袁左宗 披甲走入屋内 手上拿着一幅画像 樊小山 林玉 跟我走一趟 林探花 蒙了 不明旧礼 就遭了无望之灾 立即两腿发软 瘫坐在椅子上 体弱的樊小姐被带走前 朝徐凤年吐了一口唾沫 十分蒸蒸铁骨 结果被袁左宗一巴掌打出去 一坨软泥般趴在雪地上 两名身份特殊的内应刺客 都被袁左宗带走了 徐凤年对此不动声色 从袁左宗手中接过那幅画像 使自己只有六七分相似 却有十二分的神似 秦鸟 梧桐院那边 没事 一次跟鹿球儿喝酒 被我灌醉 死胖子说我身边有两拨死士护卫 其中一拨四人 只有四个代号 甲乙丙丁 另外一拨连他都不清楚 你给我收拾看 梧桐院有几位啊 是丫鬟 还是其他扑医 拿着一柄小铜镜 双手沾满了类似胭脂的鲜血 一点一点被涂在嘴唇上 青鸟满眼厌恶 这名在王府上下公认雷若软绵如意味锦里需要主子施舍喂食才能存活的大丫鬟 同样不看青鸟 只是歪了歪了 只是歪了歪脑袋 对着镜子小咪咪 美吗 比你美就好 你老得快 唉 活不到人老猪黄的那天 真好 第二天所有事情都水落石出 本名樊小差的女人 是个因为大祝国手腕导致家道中落的破败世家女 一颗死骑 借观光机会描绘王府地图 以及世子徐凤年的肖像 然后找机会行刺 林家小二公子呢 只不过是个被利用的蠢货 和半死不活 这位炭花爷一切都被蒙在鼓里 只贪图樊妹妹嘴上的胭脂风情 徐凤年对于这些人的飞蛾扑火 没有任何怜悯 他狠狠揉了揉脸颊 看到袁左宗站立在一旁 安静等待自己 徐凤年赶紧骑身 殿下 王爷让我来问 如何处置樊姓女子 嗨 该如何便如何 袁左宗微微点头 得到意料之外的答复 就马上起身准备告退 袁三哥 有空一起喝酒啊 不醉不归 好 徐凤年从茶几上 拿了一壶早就准备好的酒 提着走向厅朝廷 直上八楼 见到了买手抄书的师傅 李毅山 李毅山自圆英 劈头散发 形容枯搞的男子 在江湖 在庙堂 都名声不鲜 可在北梁王府 没谁敢对这位府上 第一顷客 稍有不敬 徐凤年坐在一旁 熟门熟路的 拿起子坛鸡岸上的 青葫芦将就倒入 一时间酒香四溢 男子这才听笔 现在你这身 纸粉气 总算是淡了些 三年游行 还是有些弊异 师傅 老黄去武帝城 能取回城墙上那把黄炉剑吗 李毅山灌了口酒 轻轻摇头 啊 胡敌老魁已经强势武匹 老黄明显要高上一筹 在那东海自封城主的王先知 岂不是真的天下无敌了 天下无敌 一品之上还有一撮人 王先知一声禁饮武道 几乎通悬 但称不上武帝 现在的武林 是群雄歌剧 各有千秋 以往一人绝顶的景象 现在不会出现 以后也没可能 况且武道极致 不过是摸到了天道的门槛 再者 庙堂外武夫对天下大事的影响 很小 要不然 当年也不会被你 北梁铁骑 给马踏整座江湖 你不愿学武 大主国不强求 我也无所谓 就是如此 雄兵百万 尚且俯首 还不如做一个可谓国贼 文官或可扰政 一切匹夫 是绝不至于乱国的 徐凤年 哑然失笑 黎阳王朝 这十几年 孜孜不倦 流传这句 杀人不见血的诛心语 雄兵百万可服 国贼 一个可畏 前半句 是捏鼻子赞誉大主国的 武功伟业 又捧杀嫌疑 后半句 则图穷笔线的 陆鼓傍杀了 这句话说的很有学问 连徐潇听文后 都拍掌大笑 上阴学公这帮 吃饱了撑着的空谈清流 该杀 黎一山提着酒壶 腾出位置 让徐凤年带笔 抄写孤本典籍 一盏灯的时光 去吧 看看你请进 听朝廷的客人 快要登上三楼了 哦 二楼 徐凤年看到堆积如山 形成一整面书墙的 古朴架下 站着那位身份晦暗的 白狐脸 白狐脸只是瞥了眼徐凤年 就再度低头 看着武学秘点 自讨没趣的徐凤年 只好撤退 年终 大祝国择了个良辰吉日 在宗庙给儿子行集冠礼 结发集冠的世子殿下 忙碌了一整天 脸庞崩得僵硬 跟来府上的北梁边陲大员们 一一行礼后 终于能松口气 享受着武童院贴身丫鬟们的伺候 休息后 与徐霄一同来到王飞墓 一对高大的青白玉狮子栩栩如生 徐凤年站在石狮子前 眼睛通红 大祝国徐霄轻轻叹息 背脱腿瘸的大祝国站在坟前 莫不作声 徐凤年祭奠完毕后 蹲在坟头前 爹 我再待一会儿 别着凉 你娘会心疼 人徒北梁王走在主神道上 心中默念 刚好三百六十五 这位全清朝野的 唯一一位大祝国 清楚记得当年第一次入朝授封 从那扇红旗大门 走到昆吉殿殿门 第一次年轻气盛 走了二百八十四步 后来年纪大了 加上腿瘸就越走越多 越慢越长 但始终没有超过三百六十五步 荣马生涯四十年 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徐霄问心无愧 不惧天地 不怕鬼神 大祝国走出主神道 转头望了吧 那孩子肯定是在亨那支小曲 春神瑶 孩子娘亲当年教他 徐霄想到 昨夜三更时分 才紧急送到书桌上的一封密信 犹豫不决 这信是交还是不交 凤年刚刚集贯的大喜日子 这一封信来得很不是时候啊 北梁王沿着小径走到清凉山山顶 看似单身 实则一路暗哨无数 不说军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汉族 便离大宗师境界只差两线的从一品高手 就有贴身三位 徐霄自认向上人头还直写黄金 年轻时候 觉着战死沙场 被敌人摘了去 无妨 马阁果实也是快事 爵位越高 就难免越发珍惜 这并非单纯怕死 只不过徐霄一直坚持今日荣华 都是无数兄弟舍命拼出来的 太早下去阴曹地府 对不住那些个草草藏身 大江南北各地的英魂 尤其是这些人 大多都有家世家族 总得有他照应着才放心 树大招大风 树倒风更大 世家豪族与王朝无异 打和手都不易 徐霄见多了因丹经节律 而英年早逝的家主 他走入黄鹤楼 略显冷清阴森 登山顶 再登楼顶 一如这位异姓王的 宣赫标柄人声 副手站定 没有学子无病呻吟的拍遍栏杆 只是眺望城池夜景 当下膝下两儿两女 麾下三十万铁骑 六名义子 王府高手如云 倾客智囊无数 门声固立遍及朝野上下 一朝朝暗骑 落子生根于四面八方 所谓金玉满堂 富可敌国 不过如此 当然 政敌仇人同样不计其数 那凡姓小女娃 不就是一只 自投罗网的瞎眼圈吗 只不过这类小角色 徐霄一般都懒得计较 北梁军务已经足够繁忙 边境上每隔几年 就是狼烟四起 只不过大半都是他亲手点燃的 还要应付黄城那边的风吹草动 连江湖市都早已不去理会 徐霄搓了搓双手 不小心记起年轻时听到的一首诗 可惜只能记得片段 帝王城里看什么的模糊不清了 但末尾一句 徐霄始终牢记 五十年红叶 说与山鬼听 站在黄鹤楼空荡走廊的徐霄 一直待到东方泛起鱼杜白 没有任何明面上的回应 徐霄耐心等待续日东升 大驻国有精锐死士十二名 以十二地支作为代号 当长子徐凤年孤孤坠地 就开始着手为子孙培养 另外一批死士 以天干命名 可惜迄今才调教出四名 在儿子游历中 又相继阵亡两人 凑足甲乙丙丁 物己更新人鬼 识人是遥遥无期 所幸天干死士之外的 两位特殊棋子 让大祖国十分满意 这些最大不过二十五岁的孩子 最小更是才年华十二 这些花费大量财力 物力栽培的暗庄 兴许武功暂时不如从一品高手 可说到杀人手法 却丝毫不差 能杀人才能救人 徐霄比谁都确信这一点 丑 袁左宗能扶我儿 那臣之报呢 阴暗处传来一阵如同顿刀模石的沙哑丧音 回兵主公 不能 如果本王没记错 洛阳公主坟一战 陈之报救过你的命 这样的交情 你就不懂替他打个圆场 就不怕 他今天暴毙 沉默 在北梁 这个次序不能乱 谁乱谁死 注定永远躲在幕后的丑 若替陈之报圆场 无非是多搭上一条人命的小事 小人徒 徐凤年 清晨十分醒来 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 紧断被褥带来的舒适感 这让他很知足 没有饿过肚子 受过风寒 很难知道保暖的颇天幸福 饿至百病这个道理 父辈们的寻寻善诱 不管如何情真意切 都讲不出那个味 在黄河楼上 跟李汉林延迟及 两个高粱子弟 说起三年游历 俩发小只是好奇 江湖去闻武林一事 对于挨饿受冻 是没有任何感触的 所以双手双脚 结蛮老茧 至今都没有退去的徐凤年 很庆幸能活着回两州 才刚坐起身 住在隔壁小榻上的暖房 大丫头红薯 就进来帮着穿衣带官 徐凤年没有拒绝 深谙世景艰辛是好事 矫枉过正就不妥了 红薯先手流转的时候 轻声提醒 桌上多了封密信 嗯 豪族门阀内逾越规矩是大忌 再得宠的丫鬟侍妾 都不敢掉以轻信 徐凤年下床 束口洗脸后 轻轻拆信 这样的事情不常见 梧桐院不是谁都可以进的 信封外写了个小传 银 对此徐凤年不惊弃 老爹身边有地之时死事 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 个个如同见不得阳光的痴妹精怪 闪齐门遁甲 走旁门左道 杀人于无形 徐凤年发现 这封信是一个类似行程介绍的东西 文字直白 都是记载老黄的东海行 史无巨细 一一记录 起先都是鸡毛琐碎 徐凤年看着好笑 想来当时自己的游行糗事 也都被老爹全部知晓 当徐凤年看到 老黄进了东陵节时 可关沧海的五帝城辖区境内 因为那个银附加了一些老黄以外的秘文 例如几位天下间有数的剑道名家 都早早进入五帝城 除了岳王剑池的当家 更有极少入室的两名无家剑种 都出山入东海 拭目以待 那城头巅峰一战 下一篇更提到了 九富盛名的一品高手曹关子 都在五帝城内 租下一整栋宽海楼 徐凤年虽为亲身经历目睹 却很明显感受到一股 黑云压城 风雨满楼的窒息感 倒数第二篇 讲述老黄 在主城楼不远处 一座酒铺歇脚片刻 要了九二两 肉半斤 花生一地儿 这老黄 还是不温不火的老好人呢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第十四集 银字号跌路 只剩下最后一片了 徐凤年没有急着看下去 只是记起了三年中 发生的许多事 大少爷 这次村边菜园子 偷来了黄瓜 能生吃 呸呸呸 呸呸呸 这玩意能吃 灰头土面的柿子殿下 坐在小土包上 将啃了一口的黄瓜 丢出去老远 熬了一炷香时间 柿子殿下有气无力 朝墩边上 狂啃黄瓜的老黄招手 老黄 帮我把那根黄瓜捡回来 我实在没力气起身了 大少爷 这是玉米帮子 烤熟了嘞 比三次黄瓜总要好些嘛 甭废话 吃 老黄啊 你这从地里刨出来的是啥东西啊 地瓜 能生吃 能 真烤熟的脆钱 大少爷 我能说句话吗 说 其实可说得更香 你娘咧 不早说 所以说偷这只土鸡 差点连小命都搭上 值 一点不比嫩黄脊肉差 四香 老黄 刚进村子的时候 你咋老瞅那骚婆娘的屁股呀 上次你还猛看给孩子喂奶的一个村姑 早点 能被你看着看着 就给你看出个娃来 不敢摸 死敢抢 出息 老黄 我该不会是要死了吧 早知道就不碰你这行囊里的匣子了 不会 大少爷 你不要乱想 人都是被自己下来 我就喜欢往好的方向想 少爷 你多想想 好酒啊 好肉 还有那个 俊俏良子 想到想到 就过了这块了 越想 就越想死 别别别 大少爷还欠我好几佛黄酒来 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条牛 五头驴 六匹马都拉不回 我们老家那边 叫 一个响屁 都能砸出个坑 老黄 真是一点都不好笑 那我给大少爷坏个笑话 别 你那几个道听途说来的老掉牙的浑腥故事 翻来覆去 都讲了千八百遍了 我耳朵都起茧了 不说了 帅官 放心 死不了 中 老黄 没讨过媳妇 没有 年轻的时候只晓得做苦力活 陈爹都在打铁 老儿存得下钱嘛 后来年纪大了 老儿还有姑娘瞧得上眼嘛 那人生多无趣多缺憾啊 还好还好 像我老黄这辈子没藏过夜巫熊掌 我就不会想念他们的滋味 最多就是带了个机会看几眼就对了 大少爷是不是这个礼 瞧不出老黄你还懂些道理啊 你来想念嘛 老黄 你说温华这小子成天就想着练剑 可看他那架势 咋看咋不像有耍剑的天赋啊 大少爷 我觉得吧 光开过开不准 就跟我小时候上山打财一样 那些个力气大的 开两个时辰就不肯处理了 我手就笨 就把那个财刀磨锋利些 再砍过六七个时辰 总比他们多背些柴火下山 而且啊上山打财山上呆久了 指不定就能开到好木头 开一截就能卖好多桶呗 这法子太笨了 笨人就要用笨办法嘛 要不就活不下去的嘛 好不容易投胎来这个世上走一回 我觉得总不能啥子都不做嘛 最受不了你的道理 对了 老黄 我要是学界 有没有前途 辣前途 要顶天子哟 老黄 这种夸奖从你嘴里说出来 那当真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啊 喂喂 说了多少遍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啊 大丫鬟红鼠看着世子殿下的神色 他的嘴角也跟着微微翘起 徐凤年收敛思绪 终于翻开末片 剑九皇被夹掠上枪头 据王先知二十杖立定 夹中五剑进出 八剑式进出 王先知单手末 共计六十八招 末 剑九出 王先知又手动 剑九如一挂银河倾泻千里 毁进王先知又必修跑 王先知亲力而战 剑九皇单手单剑破去四十九招 直至身来 复一 剑九皇经脉剧断 盘坐于城头 头望北 死而不倒 复二 经此一役 天下无人敢说剑九皇远训剑神邓太阁 关海楼内 曹官子赞誉剑九一事出 剑意浩然 天下再无高明剑招 复三 剑九 明六千里 唯剑九皇亲口所述 副四 剑九皇死前似曾有遗言 唯有王先知听闻 徐凤年一直低头望着那封信 光看侧脸并无异样 沉默半上 红薯 煮些黄酒来 殿下 这会儿就喝 嗯 想喝了 红薯心肝玲珑 也不问话 去吴童院无奇不有 无真不藏的地窖 拎了壶灰基山黄酒 给世子殿下煮了一会儿 端到吴童院二楼 临窗竹榻的小坛机上 徐凤年要了两支酒杯 挥挥手 将红薯绿椅在内的丫鬟 都清早 整个摆满价值 连城古玩书画的二楼 便愈发清静 徐凤年倒了两杯黄酒 静坐了一天 始终没在脸上挂出欢喜悲痛 临近黄昏 瞥见了那柄冷落多时 被挂在墙上 做漂亮装饰的绣冬刀 徐凤年下了烛塔 摘下名字文气 到更漂亮的绣冬 抽出刀鞘 寒气浸入肌腹 徐凤年拎刀下楼 看到一群丫鬟聚在院中 面容忧愁 哎呀 都忙去吧 做做样子也好啊 否则被沈大总管瞧见了 又要嘀咕咱吴通院 没规矩 啊 去吧 徐凤年快步走入卧室 从床底搬出书机盒 找出那叠以木炭作画 会剑士的军博 与书机盒一致无二 都成了一物 不让人打扰 徐凤年凝神看了一宿 将简陋剑谱放回盒内 徐凤年抬头 看到老爹徐霄 不知何时就坐在一旁 看得懂 嗯 不懂 老黄化工太差 我悟心更差 你要学剑 学 学了剑 去武帝城拿回剑侠六剑 嗯 没理由放在那里 让人笑话老黄 那你五十岁前拿的灰吗 唉 天晓得 想清楚再跟爹说 爹 老黄最后说了什么 等你学成了再说 其实老黄说了什么不重要 人都没了 六千里风云城头树剑侠 可十几坛字的黄酒都还留着呢 徐凤年真的捡起以往最不齿的武艺 但他学剑之前 先学道 当然是跟白发老魁学 老魁本要离开王府去闯荡江湖 出去会议会各路高手 见世子殿下认真求学 哈哈大笑起来 抚摸着青壮年时 请高人勾入琵琶鼓的星红巨刀 凭什么爷爷要教你啊 我让徐骁去把那个用斩马刀的魏北山 请来北梁与你过招 以后每年一个直到我学成了刀 小子 告诉爷爷为何要学刀 北梁三十万铁骑还不够你这小子耍威风 那些人的刀枪说到底还是别人的 我也得找把自己顺手的 老魁撇了撇嘴不置可否 只是让徐凤年单臂提起秀东先站上半个时辰 刀身不能斜否则就算把王老怪给请来 这个便宜徒弟都不收 结果徐凤年坚持到一个时辰后当场晕 秀东刀始终没有倾斜 准确来说连颤抖都没有 老魁嘖嘖到啊捡到宝了 接下来老魁并没有传授徐凤年如何高深悬傲的招法 只是让他重复四个枯燥动作 直刺斜撩树批回略 刺三千撩三千批四千掠四千 徐凤年没有问其远远 只是每日拂晓到辟静院中开始练刀 每日深夜盘山离去 秀东一刻不离身 初日练刀恰好是大鼠 大鼠过后是立秋 徐凤年始终光绑子练刀 一身锦衣玉石 好不容易温养出来的柔滑肌肤 晒成了古铜色 语发精壮 若偏些伤疤便可与航武汉族无异 可刀法远未如流 白鹿秋分寒鹿后便是双剑 略四千变成了略六千 徐凤年终于开口问了第一个问题 刀是百兵之胆 大开大合 蒋秋虽千军万马五王矣 可这回略是收刀法 怎么就偏要多练 世上不怕死的刀客太多了 可不怕死的刀客最容易死 天下最厉害的回刀术也逃不掉一个掠子 哪有对谁都是一刀取人性命的好刀法 爷爷的大道理都是阎王殿外转悠一圈回来路上想出来的 学着点儿 武库那里有堆积如山的刀爵刀谱 可徐凤年打炼刀第一天起便没有踏足被江湖武夫视作武学圣地的听朝廷 老葵对此甚是欣慰 立东后直到大汗 哪怕湖面结冰 徐凤年都会为老葵带进湖底练闹 必须时间越来越持久 刀法还是没有登堂入室 却先养出了水性 农历二十八 徐凤年跟着大祝国前往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 这一次要由行冠礼后的他来敲钟 谢甲下马登山 夜宿山顶千佛阁 徐凤年登下抽空翻看龙虎山真人寄来的信 很厚 徐霄并未入睡 走入房中 瞥了眼登下横放在桌上的绣冬刀 手中拿着另外一封家书 却是次女徐卫雄寄一回 你二姐写信骂了我一通 就因为我学武练刀 要是你再练下去 指不定他要从上阴学宫跑回来当面骂我了 他怎么说 他让我问你 用刀第一又如何 你就回信说能强身健体 总不能被每次掏空了身子吧 这个理由是不是儿戏了点 对付二姐就得用这种法子 否则与他说大道理 说得过 这刀没白学 四日清晨 山雾弥漫 徐凤年双手搁在绣冬刀刀柄上 驻足远望 徐凤年闭上眼睛 放缓呼吸 睁开眼睛 满眼的云海满耳的松涛 心旷神移 没来由想起了绣冬刀的旧主人 那年大雪 白狐脸 狐上出刀 才是真的汗刀刑啊 该敲沉钟了 由于练刀的关系 徐凤年的敲钟 钟声洪亮 一天下来 攻击一百零八声钟响 北梁军中扛道的齐当国 面有异色 其余异词中 姚姐和叶熙珍相视一笑 惊喜参半 肥球楚路山 差点把眼珠子蹬出来 至于小人徒陈志豹和左雄 袁左宗都在边境巡视 并没现身 一行人徒步走下九华山 你若真要习武 俯上高人 倒知晓一些旁门走道 就看你 肯不肯放下架子了 我能有什么架子可端呢 那就好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十五集 正月里又是过江之际的 显贵访客 陆续写礼登门 灵州目 颜杰熙和子女一起到达 丰州次都李公德 后脚跟上 自然是带上了宝贝儿子李汉林 今天大祝国 亲自接待两位周目 李汉林的屁股坐不住 早就蠢蠢欲动了 大祝国是大手一挥 说了个滚子 李汉林立即如获大赦 拉着不忘坐一行礼的死党 颜池吉奔出去了 颜杰熙有个女儿 是世人皆知的才女 颜东吴 她也婉约告退到府内散步 暮色中 颜东吴走在通幽小镜上 这位姑娘好胆识 敢在徐草包的地盘上 单身游览 不怕被那草包给截了去 肆意凌辱 她不用抬头都知道 是那个命力相克的死对头 她看不上的草包世子殿下 颜东吴懒得理会 加快了步子 想要早早离去 眼不见 心不烦 姑娘 要不我给你护护花 可别遭了徐草包的毒手 到时候贞洁不保 找谁娶你 听说京城有个小皇子 钟情于你 莫不是要准备做皇妃了 颜东吴凤目怒视 他脸上冷淡 心中倒有些小讶异 眼见颇赖祸色 三年多不见 似乎有黑剑状的许多 还带了把刀拎在手中 学不来那带有 猙獰大面刀客的本事 就只得学最轻松的胚刀了 世子殿下好大的志气 女学士都听说 那刀客的壮举了 你说我该不该去 赏个几千上万两银子 我可有消息 听说今晚城外 就有一场厮杀 正寻思该带多少两银子 女学士 你挺精于算计的 要不我给谋划谋划 你敢接纳血型场面 给多少银两是殿下的私事 东吴倒是要好心提醒殿下 记得多带一套衣衫 女学士果真是算无一策呀 都算计出我要尿裤子了 厉害厉害 以前说你不关己 不开口 一万摇头三不知 现在看来真是错怪你了 让开 女学士 敢不敢跟我一起去见识 见识那刀客呀 不敢 是怕见到我丑态 还是怕见到刀客 忍不住跟他私奔去 听言迟吉说你总爱偷看一些游侠列传 真不好奇那猙獰大面后 是何方英雄 严东吴被揭穿隐私 却无窘态 莫不作声 不去拉倒 众乐乐 不如我独乐乐 你真要去当那冤大头散财童子 马就有两匹马 最终两人骑马出城 徐凤年 你要带我去哪里 再过二十里路你便知道 你还怕我把你带到荒郊野岭 行狗且事 放心 强扭的瓜不甜 这道理我如今比谁都懂 夜幕星光中 严东吴看到了一张 似乎陌生起来的脸孔 再行二十里 看到一个小山坡对面 篝火闪烁 徐凤年率先跃马上坡 严东吴策马上了坡顶后 脸色变得惨白 在坡下 坐着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的十几号标形大汉 个个面容阴质 看到徐凤年后就像瞧见了大肥羊 再看衣裳滑贵的严东吴 眼睛里便满是污秽 有个细皮嫩肉的美人送上嘴 不吃才遭天谴 严东吴正正的望向徐凤年侧脸 这纹裤是要用这恶毒下缩的法子 报复自己不成 颜大小姐 别急着咬舌自尽 我徐凤年可没你想的那帮卧虫 把你交出去给一群死人 那颜池吉还不得跟我绝交败命 怎么算 都是赔本赔到姥姥家了 徐凤年常呼出一口气 大寒时节 这一抹白色雾气 在严东吴眼中格外清醒 然后他看到 这个有手好闲的誓死殿下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 猙獰面具附于脸上 抽刀将刀鞘插入土壤 一系列无声动作 使得他整个人瞬间气质一变 严东吴捂住嘴 不敢出声 秀东与刘寇手中一柄精良砍刀碰撞 徐凤年侧身粘刀下滑 削掉那冲锋卒子竖根手指 不等那人哭蝶喊娘 顺势一撩 便挑掉一颗头领 脚不停歇 秀东翻滚 将第二名刘寇拦腰斩杀 徐凤年警察冲陷入阵 秀东如一团雪球引动 才一柱相功夫 便死绝了 极少有尸体是完整的 徐凤年终于长呼出一口气 所谓一鼓作气 是极有道理的 用刀最忌讳气机紊乱 他开始有些理解了 徐凤年摘下覆盖脸庞的 獠牙青年气态再变 重新恢复成那吊儿郎当的 俊巧公子哥 只见他轻巧抖腕 将秀东刀上的血珠 甩在雪地上 提刀上坡 作与马背上的颜东吴瑟瑟发抖 咬牙坚持 似乎不肯输掉 常年积累出来的清高气势 徐凤年瞥了一眼 将秀东刀在他身上 价值千斤的胡白球上 擦拭了一下 留下轻微痕迹 这个粗野动作 吓得那颗金枝玉叶 惊呼出声 娇曲是摇摇欲坠 徐凤年不再吓唬这位 聪慧头脑一片空白的 大家闺秀了 将秀东刀插回刀鞘 走了几步翻身上马 回了 返程四十里 徐凤年在前 奇数平平的颜东吴在后 跟得辛苦啊 马背上的徐凤年 大半时间都在闭目凝神 呼吸绵长 练刀 杀人只是次要的事情 真正的魔力 还在王府小院里等着他们 城门校尉睁大眼睛 认清了世子殿下尊荣 忙不迭夭和开启城门 生怕惹恼了这位北梁混世魔王 就要卷铺给回家养鸡种田了 徐凤年将颜大千金送到周牧府邸 这马得还我啊 颜东吴下马后仍是淑女肩默 徐凤年不以为然 弯腰从他手中牵过缰绳时 拿袖东刀鞘拍了一下他的臀部 活儿没了啊 颜东吴面有韵色 徐凤年拿袖东刀勾挑起他精致的下巴 你爹有封既往京城王太保的信 就摆在徐霄暗头 所以你放下身段 与我这无德无品的世子殿下 出城赏血一趟 没白去 颜东吴眼神慌乱 徐凤年轻挑的笑了笑 将怀中的青面丢给了他 今夜颜小姐如此赏脸 作为回礼送你了 以后再恼我恨我 就拿他出戏吧 走了 听朝廷内大祝国亲眼看到两棋出府 笑着回阁坐在首席幕僚李义山的对面 袁颖兄 你说这混账小子是骗颜家小姑娘多些 还是就颜迟及那书呆子一家老小69口多些 都有 这灵州墓的位置就这般不知珍惜 老小子颜洁西过于纸上谈兵了 以为跟王太宝拉上关系 女儿即便侥幸成了皇妃 就能逃离就能逃离我的掌心 躲去天子脚下牢骚我几句就能扳倒我 也不想想他这些年在梁地的日进斗金是败谁所赐 没这些金银他拿什么去笼络王太宝 去跟大内那位寒雕寺称兄道弟 这一点反倒是李公德聪明许多 总还是记得谁才是他真正的衣食父母 这种人才能活得久 哪儿来那么多温顺鹰犬任由你驱使 偶尔寸出几只跳墙疯狗 不正合你意 若梁帝年年天下太平 没有边境上的礼兵墨马 没有严洁西这些个蠢蠢欲动的 所谓清流忠臣 你这位置岂不是更难做 后半辈子都在忙自无其身 自辱其名勾当的名臣将相 还少吗 你就很不错了 尚且能够拒绝公主昭叙 天下文人骂了十几二十年 还没戳断你的积粮骨 足以自傲了 大祝国对此云淡风轻 不做任何评价 那小子吃粉气淡了 脾气倒是更足了 徐凤年回府没多久 来楼上送酒 就被拉着手谈了几句 结果李一山气得不轻 对李一山来说 这围棋啊 不管如何使酒道 如何纵横变换 最终呢 是净物死物 摆出再大的仗势 都是鬼阵 不入上城大道 李一山本就不喜 可徐凤年儿时顽劣 静不下心 要想把这家伙 屁股定在席子上 找来找去 就只有这坐隐意图 李一山私下颇为欣赏那小子 与生俱来的超酌技艺 二人对异 起先还有起敦起子 后来呢 便悉数撤去 只是虚空做落子状 横竖十九 事先说好 落子根位不可反悔 这些年 打磨下来 李一山是圣九输一 不曾想啊 这趟游历归来 徐凤年不知从何处学来 层出不穷的无礼手金 越是收官 越是横生乱全 打死老师傅的效果 李一山结实的狼狈了几回 差点要拿酒壶 砸这壶乱一通的兔崽子 盘膝而坐的李一山 略显无奈 我们听朝时局 看来要四胜四负了 这小子如我所愿 捡起了武学 但下棋却下赢了我 这不还剩两局 不急不急 李一山提起笔 却悬空静止 让阴学宫那位祭九 又来找你下棋 可不是 当初以九国做棋子 半个天下做棋盘 好大的气魄 可也不见他们下出几首妙棋 陷高手低 坐而轮道 被你一顿砍杀 什么布局 什么骑士 都没了 卫雄还在那边求学 总得给些面子 否则 你也知道我脾气 书生义气 浩然正气 这两样 对我而言 最是臭不可闻 你说玄武当兴 还是不当兴啊 王冲楼等于白修了一场 道门尖身的大黄亭关 你就不怕武当山跟你翻脸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十六集 王府的僻静小院里 徐凤年和老魁一同盘膝坐在庭院郎中 缓缓诉说那场雪中厮杀的每一个细节 老魁终究是用刀用到极致的高手啊 哪怕没有身临其境 但由徐凤年嘴上说 与亲眼所见也并无两样 小娃儿 竟然是为了去取回城头剑侠 你怎能不学剑 岂不是更爽的 再说了 行走江湖 年轻人不都爱配剑 一剑东来 一剑西去之类的 听着就比用刀潇洒厉害 那词就叫杨春什么来着 爷爷时间给忘了 杨春白雪 这两弟都喊你徐草包 劝我 老爷爷你眼光真是一般 比刀法差了十万八千里 等爷爷我与那刷斩马刀的魏北山一战 就真要离开这地儿了 小子 有想好以后的路子 哎呀 还能怎么样 先去阁内找本速成的内功心法呗 然后听天由命 实在不行便把乱七八糟的各派武学都胡论吞走 死尽一倍了 这以后临阵对敌总能占到一点小便宜吧 我的根骨嘛 应该相当一般 不太可能像老爷爷这般 一力降时会 若再不时点 登不上台面的小伎俩 何时才能去那武帝城啊 哎 对了 当年王先知真是双指掐断了老一位 剑神李纯刚的木马牛 老魁点了点头 心有积极 对天下最拔尖的武夫来说 老怪物王先知 始终是一座不得不去面对的高山 以至于不说打败他 只要能打成平手 便可稳居十大高手之力 足见那位百岁老人的强悍武品 徐凤年缓缓起身 明日还要早起 第二天 北梁王府来了个贵客 纪尚先生 尚因学宫的一位教书将 据说这地位仅次于学宫大纪九 是三位纪九之一 此人收徒苛刻 近十年只收了人徒徐霄的次女 徐卫雄做学生 徐凤年在与二姐徐卫雄的 寥寥几封来往书信中 依系得知这个纪尚先生是个骑痴 最爱观其多余 徐霄于白鹤楼下摆了一局棋 徐凤年连了连心神 恭敬走进 大祝国和纪尚先生都在宁神对局 棋盘上大战正撼 皆是没有抬头 徐凤年定精一看 这棋局如同两个孩童在那泥泞里打滚斗殴 徐凤年知道徐霄是臭骑老子 只是没想到这位气尚先生和徐霄不相伯仲 只看到是昏周不断 惨不忍睹啊 其谈三派共计十八国手 唯赵定安 陈希平不能敌 于皆能抗了 徐凤年脸庞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徐霄面无表情 年子不肯落子 狮子殿下 你说大祝国这颗亲子 当起不当起 不好说 纪尚先生布局缜密 抄意优越 我看白旗多半是输了 没料到一气之下的徐霄误打误撞 被逼出了一手好棋 纪尚先生总算是感到了危机 却不是沉着应对 而是立马伸手去提起徐霄的那颗落子 大祝国 容我回起 这盘棋最终以纪尚先生 毁棋十数次后 艰难险胜 徐凤年看完以后啊 对上阴学宫已经没有任何的憧憬和憧憬了 王大先生拍拍屁股起身 山清气爽 我一生对意无数 时至今日仍然未尝一拜 纪尚先生才是首屈一指的大国手 下完棋 大国手便告辞下山 不下棋的时候呢 这气态确实是挑不出瑕疵 十足的先锋道骨 嗯 何来的未尝一拜 未尝一拜 这倒是真的 不过是因为他只和比他奇力差的对弈 没有把握的便失去的作弊上官 二姐跟这样的纪尚先生学习经纬书 能立于不败之地还不是国手吗 不等徐凤年询问 徐霄便一股脑的和盘脱出 当年学宫位为壮观 号称诸子百家贤士三千 其实真正得势的 不过倒如法兵阴阳等九家 我朝重法 其余八国各有依托 可以说真正的兵戈就在上阴学宫 例如那西蜀姓黄老吴征 占据天险凶无大志 当时学宫内本已统一 认定西蜀可以继续偏居异 却被我带兵碾压了一遍 一时间天下民怨汹涌 人徒的绰号便被坐实了 与宫内聚患寒雕寺和江湖隐士黄龙氏一起 称作人人得而诛之的三魔头 我与学宫关系一直齐差 唯独刚才那位奇品糟糕透顶的纪尚先生 替我说了许多冒天下之大不伟的言语 当时王先生刚刚胜了名识辩论 风头如日中天 若无意外再迎天人 便可成为下一任大计较 去拿道德林栽下一株功德树 可惜了 所以我才将你二姐送到上阴学宫 王先生今天来是求一件事 但我没答应 你也推不给上阴学宫面子了吧 那些读书人隔了几千里骂我 骂到今天都有好几大缸子口水了 我不痛不痒 你二姐可是天天在他们家里打他们的脸 噼里啪啦响亮干脆 轮道辨不过你二姐 下棋更是如此 至于打架 你二姐的剑 砍那些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一口气 砍上百来号 都不会骑褶子 上阴学宫的家伙 也就调侃厉害 看人嘛 相当不如流 爹 打人不打脸 做人留一线 你倒好 你爹 书读得少 哪来那么多大道理好懂啊 咦 这话矫情呢 真心不矫情啊 用刀说话 最管用 哎 你也是这么 跟京城那位说话的 当然 三十万北梁铁骑 放个屁 都震天想 不想闻 都得闻 徐凤年 准备动身去湖底练刀 总不能附和一句 皇帝轮流坐 明天到我家吧 你真要一直练下去 要不然 那你 去趟武当 有人等你 啊 啊 总不是要我跟红喜相学 玉筑心法吧 这也太没面子了 那琉璃世界风景是不错 可要我在那里练刀 不痛快 踏不下山 我上山 怎么搞得山不来救我 我就山似的 说实话 我没这雅兴啊 我宁愿安念老魁的骂 被喷满脸唾沫星子 也好过在武当山寄人篱下 姓洪的小道士 哪有这本事 你要见的 是武当长教 王重楼 啊 那个躲起来 修行大皇庭关的老道士 他真的曾经 仙人一指骨 劈开了灿烂浆 这也太神仙道行了吧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啊 我倒是没亲眼见过 但王重楼几乎以一人之力 抗衡四大天师坐镇的龙虎山 应该不是孤名钓鱼之辈 况且 李毅山早年指点江山 做了将相瓶 胭脂瓶两瓶 专门提到过这位道门高手 说他有望通悬 要知道那时候 王重楼还只是个 生命不鲜的中年道士 至于一指断江的真假 你去了武唐山 不就知道了 王重楼教我炼刀 不可能 难道是传给我武当 最速成的高山心法 去了便吃 徐凤年没有拒绝 王重楼是盛名已久的 天下有数的高手 能见识见识 沾点道家仙气总是好事 希望别又是上阴学宫 王大先生这般的世外高人 最主要还是徐凤年 在湖底必吸炼刀 想到武当有个 深不见底的白象池 这个池子是被一条瀑布 百年千年冲刷而救 徐凤年想去那里练刀 这一年徐凤年于暮色中 独身入武当 玄武当兴的牌坊下 只占着两位年龄相差 甚多的道士 一人自然是那 气彩勺彻的年轻师叔祖 红喜相 还有一位老道 鹤发童颜 身材极其魁梧 见到提刀的徐凤年 两位道士都没有客套寒暄 只是陌生领着 世子殿下登山 三人在离白象池不远处的 玄仙观止住 只有一栋小猫屋 看来就是世子殿下的住所了 扎了一圈的青竹篱子 屋前摆放了一副桌椅 徐凤年和老道士坐下后 红喜相主动去屋里 拿了套简陋茶具 蹲在一旁煮茶 天下剑法分战剑 走剑和坐剑 难度递增 最终成就的高度 却说不准啊 我们武当速来不推荐的枯座的坐剑法 又为天道 战剑和走剑两道 却还有些心得 不知道世子殿下是要学战剑 还是走剑 我来练刀 煮茶的红喜相翻了个白眼 剑术刀法 殊途同归 皆是追寻一人当摆的守战之道 像那位邓太厄 只是拎了一枝桃花 说剑一刻 说刀也一刻 徐凤年不想浪费时间 与老道士论道 实在是无趣 战剑走剑 有何区别 战剑简单来说 就是初剑停剑较多 剑势较为迅猛 如东雷轰隆 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走剑众行走 连绵不绝 如下雨蓬勃 泼墨一般 世子殿下若是喜欢战剑 山上有几套 小有名气的剑法 配合武当独门心法 摘缘绝 相互避意 若是更青睐走剑 也无妨 玉珠峰有一本 绿水亭夹子席剑路 其言精微妙气 深得剑术精髓 王长教所谓的作剑是 这枯作法是无家剑种的家传 外人不得而知啊 年轻师叔祖给两人各自递上了一杯茶 这茶是山上野茶 这水是泉水 忘了恭喜王长教出关 老道士笑着点了点头 红喜相却是悄悄叹息 王长教当真一指 劈开了那条苍蓝江 不藏 徐凤年如释重负啊 眼前雄剑老道既然排名还不如王先知 那一身神通弱点总是好事 是粮指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十七集 仙人指路斩大江 苍蓝江那可是北梁境内最大的一条江啊 徐凤年一口茶水喷在对面王重楼的脸上 武当长教不以为意 轻轻抹去 老道士喝完茶后离去 徐凤年看到 红喜相还蹲在一旁发呆呢 喂 青牛子 你还不走 红喜相呕了一声 缓慢走回了小莲花峰 曼腾腾走到登仙崖 发现长教师兄就在龟驼碑下站着呢 红喜相加快了步子 大王师兄 私藏的禁书又被你陈师兄搅走了 红喜相摇了摇头 欲言又止 王重楼拍了拍小师弟的肩膀踩着月光而去 徐凤年练了一趟滚刀术 并无套路 最重要的是第一刀角度和走势 随后连绵几十招上百招都按照这一刀顺势而走 如何出刀最快 如何出刀 力求一气呵成 不留间隙 用最省的力气使出最迅捷的刀 这不是老魁的私囊教授 是徐凤年自己琢磨出来的简易刀法 说是滚刀 十分贴切 比较王长教所说的战剑走剑 似乎都略有不同 回到茅屋躺下 是张硬板床 跟着武当山一样硬气 徐凤年对此倒是心无芥笛 归功于跟老黄在荒郊野岭风餐露宿惯了 桌上除了一盏油灯 还有两摞泛黄的书籍 两本剑谱 一本摘原诀 最下面是一本绿水亭甲子西剑路 徐凤年并没有睡意 干脆熬夜把这几本东西都死寂硬背下去 他对剑谱并无兴致 摘原诀也不觉得有意 唯独对甲子西剑路是爱不释手 这本《六十年练剑感悟》 是武当的一位先辈祖师爷的心血之作 只是言辞晦涩色不太容易上手 徐凤年看了眼蒙蒙亮的窗外 放下甲子西剑路 提着绣东刀走向白象池 越是走近 瀑布击石声越是激烈 扑面而来的清冷水汽 池中呢 还有一块突兀而出的大石头 徐凤年沿着白象池边缘行走 竟然沿着一条青石板路 走到了瀑布内 原来这座挂象牙瀑布的玄仙风被武当仙人归附神功凿空了内附 传说有真人在此呈红飞升 留下一柄古剑在池中 徐凤年立定 下三千尺的瀑布刚刚接触就脱手而出 在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弧线坠落在地 徐凤年抬手再看已经裂开了一条大血缝 徐凤年咧嘴笑了笑 去捡起在他手中注定要埋没名声许久的袖冬刀 长呼出一口气 再劈出一刀 结果照样是袖冬甩手的下场 徐凤年倒抽了一口冷气 撕下身上的一片布料缠绕在手上 坐在地上拿起袖冬刀 已经不去奢望一刀平稳横批出一道缝隙了 只求不脱手 换作左手再来一刀 更惨 这次是连人带刀都摔出去了 年轻的师叔组不知何时已来到洞内 你跟陈师兄当年练剑一模一样 高手都是如此 只不过听说陈师兄到了你这年纪 一剑可以砍出几寸宽的空档 喂 你帮我给王府带个口信 那里有个闭关的白虎脸 让他先挑选四五十本武学秘籍 随便找人带到山上 这是作善 徐凤年低头用嘴巴系进左手伤口的布条 不理睬红洗下 年轻师叔组乖乖出去 给世子殿下刨腿打砸 一里路外有座紫阳道观 他准备请小辈们帮忙 师叔组自己当然不会下山 几天之后 一个身形纤细的女子 背着个沉重大行囊 艰难的登山 江泥坐在山腰一级台阶上 这腰快断了 附近几个一路盯着他身姿摇晃 随时都可能滚落下山的道士 终于如释重负 这漂亮至极的年轻女子 被北梁铁骑护送到山脚 接着独自拾接而上 起初武当道士要帮忙 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应 只是冷着一张俏脸 道士们只得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 生怕他连人带行囊一起遭殃 北梁王府出来的女子 招惹不起 江泥抬头看了眼没个尽头的山峰 念念有词 道士们听不见的 都是一些咒骂徐凤年 不得好死的刻薄言语 只是比起他每日扎小草人的行径 已经算得温柔了 现在那个王八蛋世子殿下 要是敢站在他面前 他十分肯定要抽出那柄神符 跟他同归于尽 江泥揉了揉已经通红的肩膀 咬着牙再度背起 沉如千军的行囊 在琉璃世界 这是一幅穷穷竭力的可怜画面 无所事事的红喜相在山上闲逛 正巧看到这场景 跑去帮忙 只是不等他开口 江泥便说了一句 好狗不挡道 语气虚弱 这眉眼却是菩萨怒目 哪里像是王府最下等的婢女啊 我给姑娘带路 看到茅屋 江泥愣了一下 这就是那杀千刀世子殿下的寝居 她不得跳脚骂娘 把武当山几千牛鼻子道士 都给踹到山下去 江泥一屁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的 感觉真的要死了 红喜相刚要出声提醒 结果被江泥一瞪眼 只好把这画全都咽回肚里 年轻师叔祖心想 这世子殿下带出来的女人 就是不一样 或者真如大师兄说的 那般耿直透彻 是由于山下女人 都是母老虎 虽说这好心 被当成了驴肝肺 红喜相还是得以借机 提起行囊 搬入茅屋 这回江泥没有出声斥责 确实是没那个精气神了 她现在都恨不得坐着就能睡着 至于双肩后背的疼痛 已经趋于麻木 不去触碰就可以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江泥后背被硬物敲打了几下 这动作不大 可对于目前的江泥来说 无异于是小火焦大油 小雪上扑后霜啊 吃痛到了忍耐极点的江泥 带着哭腔转身 抬头见到了那张可恶可憎 可恨可杀的臭脸孔 不知道哪里横生出一些气力 张嘴就咬下去 咬在赤脚提刀的 世子殿下的小腿上 徐凤年拿剑翘一拍 拍在江泥脸颊上 毫不客气 把这位王国公主给拍飞 力道刚好 不轻不重 不足以伤人 你是狗啊 徐凤年 你不得好死 来来来 江泥小狗 咬死我 你不是人 江泥 现在的你瞧着真水灵 可爱极了 有本事把神符也丢着过来 那才算你狠 我总有一天要刺死你 就这会好了 我坚决不还手 你咋还坐地上 江泥小狗 你总不能过分到 要把我脖子贴在神符上 自己抹脖子吧 这个死法 也太霸道了 一个坐地上 一个站着 一个哭 一个笑 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比天书 还难以理解 参透的年轻师叔组 无奈了 我还是去骑牛好了 徐凤年懒得跟江泥 大眼瞪小眼 把他晾在地上 去屋内打开了行囊 除了一颗硕大夜明珠 和几只豪风 锐若追的关东辽尾 其余书籍都扔到了桌上 堆积成山 放眼望去 便是紫禁山庄的杀精剑 两蝉似的魔本 金刚扶魔拳 南海最大尼古安的 观音点画指 五花八门 五十几本武靴秘典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都是各宗各派的 上乘招数 可能离最顶尖境界 还有差距 但是徐凤年 想要原书学成 其中一项 那都是壮具 他一股脑的 从厅朝廷班来 不是想要把这几十种武靴 都学会 只是试图博彩重成 在每本秘籍里 拣选出一两试用的 可以套用在刀术上 是最好 退一万步 见多了猪跑 以后行走江湖 哪怕看到一头猪 能够水上飘 草上飞 那也不至于大惊小怪 就如同是下棋对弈 这些书啊 便是一些套路定式 对手洛一子 便知其后三手 十手的方位 任由你们千般变化神通 我早早的一刀杀之即可 徐凤年拿起一本秘籍 翻了几页 放书提刀 准备去白象池 再练六百匹刀 六百掠刀 出了门才发现 江泥还没下山呢 坐在青竹椅上 在那儿拿袖子 抹去脸上的泥土 动作细腻 想必每一个扯动 都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话说这天底下 哪有不爱美的女子呀 小妮人 马上要月黑风高咯 一个人不敢下山 我这人心好 帮你喊个 唇红齿白的俊秀小道士 一同下山如何 大驻国让我在武当山住下来 我听说某人 已经行了极观礼 真是好笑 徐凤年是一阵头大呀 不理会这颗 无根小草的冷嘲 惹疯了 徐骁吃错药了吧 江泥板着脸 莫不作声 伸出两根纤细 如春葱的小纸 慢慢梳理掉 沾染在三千青丝上的 泥土沉险 徐凤年去山林采了些药草 丢在屋前 你住这里 我去别处 江泥无动于衷 泥菩萨一般 纹丝不动 毅然歪着脑袋 看也不看世子殿下 细致收拾战场 那一大落草药 他才不会去跑 徐凤年拿着夜明珠 和野兔硬毫笔 来到玄仙丰洞内 在石壁上 凿出一个窟窿 将夜明珠 镶嵌进去 顿时 灯火通明 双手血丝 渗出布条的徐凤年 继续挥刀 只是不敢轻易 拿瀑布下刀了 深夜时分 已是精疲力尽 坐在离瀑布 最远的石壁根下 盘膝而睡 刀不离手 清晨时分 准时醒来 徐凤年睁开眼睛 便看到红喜相 蹲在瀑布前 捧水洗脸 徐凤年对这货 一向是眼不见为敬 起身在空地操练批词 他古板练刀的时候 在山上 骑牛放牛了 十几年的家伙 在石壁前 研究那颗 价值连城的 重脊之壁 滚圆珠子在亮处 通体碧绿晶莹 一到黑夜 便清亮如满月 红喜相眼前 这一颗 不以大见长 只是彩霞出众 要说世间最大的夜明珠 还在皇宫内 须四位二八嘉丽 还手而为 就放在隋珠公主的书房里 这位皇帝陛下 最疼爱的女儿 之所以叫隋珠公主 便是因为她出生时 隋国进贡了这颗 在泰山脚下挖出的 巨大夜明珠 徐凤年似乎原本有机会 拥有两颗随住 只要她肯进京 做那驸马爷 向波波烫手不烫手 徐凤年没机会得知 在北梁王府 出不了这种低等的纰漏 因为梧桐院的丫鬟 是一个比一个心思温柔 可那烤地瓜 板上钉钉的烫嘴 烫手烫心 世子殿下 是比谁都能确定 凳里边湿气浓重 徐凤年又出了一身的热汗 交织在一起 很伤身 徐凤年不敢多待 将绣东刀扛在肩上 拿了一根著名的 关东辽尾 这是质地最好的 紫兔硬毫 兔毫本就是硬毫 北地更贱 而关东紫兔 则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硬毫 这种笔啊 最适合写囚境方正之字 笔尖如锥 力如刀 笔刀笔刀 这才是真正的笔中刀呢 徐凤年从小练字 就被李懿山要求 只用硬号 豪柔无风的杨豪 是绝对不能碰的 柔弱无骨的字 向来被王府上的第一雅士唾弃 但徐凤年知道 迟早有一天 要去书写牌匾大字的巨楷 到时候还得拿起软号 虽然徐凤年被骂作金玉其外的草包 做多了向韩氏书生 重金购买诗词曲付的勾当 但琴棋书画茶酒 还样样都懂 只是未必精通而已 炼刀是立大事 炼字呢 是立小活 尤其是炼刀过后再炼字 格外艰难 徐凤年用关东辽尾 蘸水在青石上 写杀精剑的口诀 自由心生 地上行书显得是杀气腾腾 洪喜相蹲在一边观摩 好字好字 比大师兄 翘影爬爬强了百倍 他与下山的师弟 或者山外人物书信联络 都得找我代笔 徐凤年把这丝的赞誉 当作耳边风 咬着关东辽尾笔杆子 上山前练刀辛苦 却也不至于艰辛到 将三年游历 磨砺出来的老姐 都给硬生生剥去 现在每天满手鲜血 不练刀时 徐凤年就把秀东搁在肩膀上晃荡 走向茅屋 昨天草药丢在哪里 今天还是在哪里 徐凤年笑了笑 推门而入 发现已经把自己收拾清爽的小泥人 面对着墙壁 坐着睡着了 徐凤年不再打扰 出门看到骑牛的家伙 已经拾去的开始煮粥 红喜相一边煮粥看火候 一边手指沾口水 翻阅一本东剑精礼记 给江泥盛了两碗米粥的量 搁在屋内桌上 徐凤年扛刀与红喜相 来到悬仙峰顶 喂 你到底会不会武功 约莫是不会的 徐凤年一脚踹过去 蹲地上的师叔祖 身体一阵左右摇晃 就是不倒 直至原来姿态丝毫不差 这是 山上二十几年 的的确确 没有正儿八经看过一本秘籍 碰过一门武学的师叔祖 挠了挠 被徐凤年踹中的肩膀 一连无辜 玄武功有座大钟 别人敲钟 我就看他如何停下 你瞧着瞧着 就瞧出门道了 没啥门道啊 那要是你拿刀去砍瀑布 也能砍断 当然不行 哦 徐凤年终于好受点 砍是砍不断 不过 大概不至于刀剑脱手 那你去随便找把剑 去试试看 要是做不到 就等着喂鱼吧 要不 狮子殿下 就把肩上这把刀剑呗 徐凤年抬脚就要踢 奇牛师叔祖 已经搜一下 跑远了 徐凤年下了封顶 等了约莫一个时辰 才等到满头大汗的红喜相 手里果真拎了把 桃木七星剑 拿剑的手势不伦不类 徐凤年眼神示意他 去刺一剑 如林大敌的红喜相 深呼吸了几大口 这才复刑场一般 走到瀑布前 台壁挥剑 轻轻一剑 一道向下倾斜的玄妙半壶 如羚羊挂脚 划破了声势惊人的垂流瀑布 嗯 懂了 这就是你的天道 给说说 怎么个道 陈师兄说我是身在山中 不知山 这辈子都不可能误到了 哎 只要你下了山 站远点 不就看清这山了 红喜相哀声叹气 坐掐指状 一阵推延 唉 就知道 今日不宜下山 徐凤年 恨不得一脚 把这躲乌龟壳里 不探头的胆小鬼 给踹死 冬天过后便是春天了 江泥跟徐凤年卯上劲了 在茅屋住下 还在青竹篱笆外 种了蔬果 精心照亮 徐凤年呢 则是不断从听朝廷 搬书到山上看 读到懵懂处 便找来奇牛的询问 期间 奇牛的推荐了一套 无名拳法 奇牛的摘下一把竹叶 于大风中随手洒出 然后身随竹叶走 一掌探出 徐凤年只看见 他在那里 醉汗一般身形晃悠 胡乱蹦的 却将所有竹叶 都重新粘回了掌心 这拳法 越来越像娘们玩的东西 你该不会是故意坑我的吧 小道 怎敢糊弄世子殿下 这是谁创的拳法 狮子殿下不耽误你练刀 我得放牛去 不说就把你吃下去的东西 全部打出来 是小道 在玄月宫顶楼 无意间找寻到的 年代久远 不可考证 想必是某位前辈真人的心血 徐凤年收刀 弃沉丹田 按照那套拳法 在空中一连画了六个圈 一圈套一圈 有模有样 忙着去牵青牛的师叔组 看了眼徐凤年的架势 微微点头 笑容灿烂 这套拳 由八卦到四象 三才直到两仪 一路往回推演 只不过离太极无忌还很远 世子殿下手法 已经相当的清零圆活 开合有序 极为不易 被我当初快乐太多 只不过 还有些小瑕疵需要较整 若说大皮鸡剂 是万斤压死千斤的手段 这套拳法 便是一两拨千斤的取巧 世子殿下练习时 须紧记一点 拳打卧牛之地 求小不求大 求静不求动 方得了一生万物的妙处 真语巅峰 便是一语不能加 迎虫不能露 一夜之秋 芽发之春 也就拳打卧牛地有些用处 其余都是废话 喂 洗牛的 你这么喜欢吃肉 这山上黄鹤最多 要不你骗之下来 使不得使不得 武当仙鹤通灵 而且都是我儿时的玩伴呢 杀他们比杀我还难受 那你能否骑到鹤背上耍耍 道教仙人登仙 不就有一种奇鹤飞升 这个从没想过 我从小怕高 哎呀 怕下山 怕高 怕女人 这还有什么是你不怕的呀 啊 狮子殿下 我先去牵牛 你最好回茅屋瞅瞅 徐凤年握紧袖东刀 急奔而返 在山上还能有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来找自己麻烦 如果万一有 那肯定不会是寻常角色 看见茅屋 徐凤年身形急停 穿过竹林缓缓前行 屋外有三个面孔生疏的不速之客 不穿武当麻布或是私捐道袍 剧中一位身材娇弱的公子哥 衣裳富贵华美 神色居傲的公子哥身边 站着两名中年男子 一位腰大实为体型彪汉 标准的艳汉虎须 抱头还眼 这大汉腰间悬挂 古朴双刀 一长一短 另一位面白无须的阴沉男子 则离公子哥更近 微微弯腰 副手而立 穿一席素节白衫 站于菜谱中的江泥 红着眼睛 死死盯着这三人 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出了血丝 精致脸颊上 留了一个五指长痕 红肿了一片 他精心培育的菜谱 已经毁于一旦 木架尽倒 幼苗尽断 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双手裹布握刀的徐凤年 面沉如水 赤脚静止走向三人 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轻轻侧头 鼻尖上有些细碎的雀斑 他瞥了眼迎面走来的徐凤年 面露青面 当视线转移到徐凤年 左手中的秀东刀时 哟 这刀好看 喜欢得紧 去 打断他的双手 刀归我了 汉子文言望向徐凤年的眼神中 透露出丁点怜悯 从头到尾 徐凤年没有说一个字 离壮汉十步 猛然前冲 秀东出窍 三步处 劈出极干脆利落的一刀 呼啸称风 那原本不打算出刀的汉子 同龄般的眼珠 展出一抹犀利光彩 不见他如何发刀 便将左腰短刀 割挡住了徐凤年 那凌厉一刀 徐凤年一刀锋芒被阻 并为一位比拼气力 揭示反弹划出一个惊艳大虎 身形随之一转 便是第二刀横扫出去 雄魁大汉露出一丝压抑 迅速收敛了轻敌心思 右脚后撤半步 左臂轮出一个大车轮 当空战下 徐凤年陡然耍出隐匿的额外三分力道 速度击近双刀大汉的八斗 电光火石间 硬是躲过了大汉的蛮横轮侃 徐凤年有意无意 将骑牛的那套拳法融入刀法 身体卢陀罗一圈后 解接一圈 速度不减反增 再结合自物的滚刀术 在危机扑面中 一瞬间爆发出 以往无法达到境界 真正做到了一气呵成 气机鼓荡不绝 徐凤年口吐气息 中正安舒 以至于第二季秀东横扫 远胜第一季骑士 那一刀落空的汉子 左右短刀不再流露余地 刀身向上协调 集中秀东的刀锋 徐凤年下意识 得拼尽全力回掠 脚下踩出一串凌乱的小弧圈 总算是稳住了身形 将一口鲜血 咽回肚子 手中秀东 丝毫不颤 双刀壮汉并不急于追击 窥然不动 放话要打断徐凤年双手的公子哥 与身边的无须男子 窃窃私语 徐凤年撕掉右手的布条 秀东从左转右 只是盯着眼前 只怕有三个将你体重的大汉 内柄短刀 好刀 本以为东越一王国 仅供东越皇室贵胄佩戴的割党刀 都已被收缴国库了 大者民割党蛮刀 小者民割党锦刀 不曾想还能在这里 见到这对家人的庐山真面目啊 眼力不错 哎呀 那你岂不是那王乐国的东越皇族 哎 好好的一条丧家犬 怎么跑到武当山来咬人了 啊 给了你十亭的休息时间 够了没 徐凤年右手握秀东 并不说话 跟他唠叨什么 我只要当 端了这人双手后 是死是活 听天由命 左手布满鲜血的徐凤年 出人意料提起刀轿 见到这情形的东越王国人 泛其冷笑 徐凤年再度不要命地冲刺 滚刀如雪球 半年炼刀成就淋漓尽致 那东越遗留下来的孤魂野鬼 轻描淡写 已过去徐凤年 并无套路可言的招式 存心要等徐凤年 契机不得不转换的瞬间 痛下杀手 这种折磨 如同刀架脖子 却不许刀下人呼气 徐凤年在丹田浩劫的刹那 硬扛对手势大力尘的一招袭劈 同时 左手刀鞘 天马行空一般丢尺出去 鸡射如意味剑石 直插那公子哥的胸膛 冬越刀客 眼皮一跳 违反斗阵大计的转头 去确定 这该死的遗志 是否会造成他 无法承担的恶果 这本是徐凤年 最好的伤敌机会 但当眼角余光 瞥见大汗右手微动 徐凤年就心之不妙 强制压抑下 投机出刀的冲动 一退再退 果然 冬越孤魂转头的同时 割挡蛮刀已经出销 徐凤年身前泥地上 被划出一条深达两尺的裂缝 徐凤年抽空 除了调整契机 还望向那袖东刀鞘 只见白净白山男子 横臂探出 轻轻捏住了徐凤年 势在必得的刀巧 你这颗绣花枕头 雕虫小气就想杀我 也不怕一笑大方 知道你眼前这两人是谁吗 小娘子 你倒是说说看 看能不能吓到我 杀他 男子终于开了金口 嗓音尖锐刺耳 不音不扬 找死 不见他动作 秀东刀鞘便炸雷般射向徐凤年脖子 风 骤起 世子殿下 竹林千百从挺拔青竹 竟然一起朝众人方向弯曲 形成朝败态势 一位老道士 一位老道士飘然而出 他随手捞起刀鞘 立定后 微微一放 刚好将将徐凤年手中秀东入鞘 随后 敬礼于徐凤年身侧 没用的东西 杀 都给本宫杀了 这神谷真是吓不得呀 身下的女子都是魔龙 在下楚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醒 第十九集 徐凤年睁开眼睛 吹了一声口哨 天空中冲刺下来一头神菌毛笋 稳稳停在世子殿下手肩上 哼 一百北梁铁骑正在耻弩上山 我倒要看看是谁杀谁 你敢 哈哈哈哈 在北梁还真没有本世子不敢做的事情 冬月刀客皱了皱眉头 密报上的确有写 武当山下驻扎了凤子营一百萧棋 持有一百架威力巨大的北梁书鸡神奴 徐凤年点了点自己鼻子 喂 小麻雀 来 到本世子大床上去 好好厮杀一番 大战个三百回合 若是除雀 那是最好 本世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 定让雀儿诚信上山 却双腿无力下山 哈哈哈哈 自称本宫的女子咬牙切齿 只是这回不等他踢踹骂人 如阴间人站在阳间的男子 只是一个阅步 便离徐凤年只差五步距离 携带一阵阴风 不等人子 王重楼立于世子殿下和无须男子中间 道袍古荡 膨胀如球 硬生生挨了一掌 大黄庭 你是王重楼 正是贫道 臭牛鼻子 你要骗他你身后的家伙 就不怕让你整座山门遭了灾 山脚牌放玄武当星四个字 挂了几百年了 我瞧着挺气势 信不信我给你砸了 老道士呵呵一笑 双手下垂 无风自飘的双袖缓缓安静 并没有回应那跋扈女子的辱骂 转头看了眼世子殿下 麻雀妹子 这张小嘴好大的口气啊 我喜欢 要砸牌放 那还得问你未来相公答应不答应了 凤子营一摆弃马上山的贤熟 弩手已经到位 身形矫健穿梭竹林 只等世子殿下以声令下就要把三人设成刺猬 身边是武当长教三十年的大神通老道士 身后是一摆弩手做靠山 仿佛有了莫大底气的徐凤年提起秀东指了指三人 你小雀儿女人 你冬月的丧家犬男人 还有你学女人往脸上抹粉的 不男不女 你们三个就别下山了 都给老子乖乖的留下来做牛做马 什么时候把菜园子给收拾好了 看本世子心情 心情好 你们哪来的滚哪去 心情不好 除了雀儿 都堕碎了喂狗 王长教 这山上有狗吗 老道士眼观鼻鼻观心 智若罔闻 不汤这浑水 竹林里被北梁奴手 裹挟其中的骑牛师叔祖 开始嚷嚷 狮子殿下 山上有很多野狗 晚上好得厉害 约莫是梅食宝 老道士头疼叹息 这个小师弟瞎凑什么热闹 多了个小麻雀称号的女子 得知了徐凤年的身份后 一下子没了先前的气势 这破烂菜谱能值几个钱 我说他值黄金千两 他就值黄金千两 好 一千两黄金 就一千两黄金 他抬手丢出一颗夜明珠 砸向一直站立于菜园中 不出声的姜泥 大概是气不过 自己破天荒的示弱 他带着哭腔 再度丢出手上那颗瓷竹 都给你 姜泥弯腰捡起两颗夜明珠 又扔了回去 差点砸到对方 你想死 我只要菜谱 你把它变成刚才的模样 我只要菜谱 等等 我这丫鬟不识货 那对珠子给我嘛 你要 我不识货 小麻雀 珠子我当然要 你要送我 今天这破事就算了 小泥仁 还真别说 这对珠子呀 比你想的要略值钱些 啊 呵呵 呵呵呵 你呀 我偏不给 随后两颗夜明珠 马上被无须男子 两指碾坐鸡本 还我的菜谱 就凭你 哼 我只听说过金屋藏娇 还没听过毛屋藏娇 徐凤年对你 可真是爱惜 哦 爱惜 谈不上 再不济 总比对某些人聚婚要好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呀 还我菜谱 公主和公主 针尖对脉盲 骑牛的躲在竹林里 嘴里咬着一片竹叶 蹲着看戏 他喜欢有趣的人 有趣的事 可望着毛屋外剑拔弩张 难免有些替世子殿下着急 僵持不下的微妙局势 被瀑布那边缓步而来的小王师兄 王小平给轻松破去 山上不宜尴尬 要不大伙一同去不远处的紫阳宫 吃些斋菜便饭 哎呀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呀 武当长教亲自出面护法还不够 连山上第一件事王小平都拎剑官站来了 武当的待客之道真让人感动 这份情我记下了 下次见面必有重礼报答 哎 听意思 小麻雀是不打算跟未来相公纠缠不休了啊 那本世子这就让一百耻弩士族护送小娘子你下山 再喊两三百铁骑一路送出良地 好好好 我一并记住 徐凤年 你等着便是 徐凤年刚想说话 姜妮已经插嘴 还是不合时宜 不懂事故 菜谱 陪我 徐凤年美好气地瞪了一眼 姜妮回瞪一眼 大眼瞪小眼杀气腾腾 可在某位女子眼中却是打情骂俏 冷哼一声狠狠踩着脏死了的泥面 似乎想要把武当山给踩塌了 甘心带领两位侍从扬长而去 下山途中他数次喊泪停歇 顾不上身份 坐在石板上捶着小腿 上山时一心一意 想去给那世间最想错骨扬灰的仇人好看 没留意到脚底板生疼 这会儿脱去靴子 看到触目惊心的血迹 哇一下就哭出声 嚎啕大哭 中气十足 在武当山上凄厉回荡 身后两人不敢正视的侍从 虽说身份超然 可面对这个主子都如履薄冰 听到哭声更是忐忑 连劝慰都不敢 那家世已是人间第一尊贵的女子 哭了会儿渐渐小声下去 硬头皮穿好做工精美绝伦的靴子 擦去泪水 孙雕思 你打不过王冲楼 张衡又打不过那王小平 早知道 就多带些大内高手了 唯有宫内地位顶尖的大宦官 才会被喊作雕塞或者太监 屈指可数 王朝里总共不过八九位 见到这些净身去世 所以面不生明须的宦官首领 哪怕是与皇帝陛下私人关系 再亲近不过的藩王 或是一些大权在握的德士功骨重臣 都要捏鼻子绕道而行 与宦官关系好的 说不定还要主动出声客套几句 黎阳王朝太祖建制 某殿内立十碑十三条 明文规定 宦官不得干政 不得擅自出京 这孙大太监 既然能够微服出京 那女子的身份也就水落石出 只有无法无天的隋诸公主 才有此等逆天的待遇 才能让当今皇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孙姓太监今天在武当山上可是受尽了那世子殿下的羞辱 他已经想好了一百种法子 回京后给徐瘸子穿小鞋 搬不到根深蒂固的徐家大树无房 恶心一下离经数千里的大祝国也好 大树参天 参天与天子同高 孙太监心中冷笑 张嬛 我知道你要写密报给我父皇 你就写 这徐丰年这些年其实一直在韬光养晦 那些纹裤行径都是伪装 这位世子心有滔天也望 在梁帝与我见面后带我十分热情 王国冬月的前朝皇子恶然 不知答应还是不答应 不答应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 答应那就是欺君大罪 冬月皇族本就凋零殆尽 胜不下几人了 孙雕四解了燃眉之计 公主殿下国家大事儿戏不得 咱们巨石回报即可 陛下还不会给殿下出气不长 若陛下误以为徐凤年真是野心勃勃 岂不是更坚定要与徐瘸子做亲家 到时候公主殿下 嗯 到时候本宫可就丢脸丢大了 跟这种草包过日子 岂不是要被天下人耻笑 孙太监和配割挡双刀的张衡 默契对视一眼 都看出对方松了口气 原本不对眼不对路的两人 一趟武当行 倒有些惺惺默契了 随诸公主一瘸一拐下山 孙雕四 你说这徐凤年如何 哼 无良无德到了极点 以往还以为京城那边风言风语 略有夸张 到了梁地以后 哪一州哪一郡不是在骂 今日亲眼所见 更是如此 随诸公主心思复杂 张嬛 她耍刀还可以 都让你抽出双刀了 真要杀她 一把割挡锦刀 十招足矣 公主呜了一声 骂了一句徐草包 便没有瞎闻 身后远远吊着监视三人的 一百北梁汉族 在下储狂奴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二十集 山上长教老道士带着师弟王小平离开 走前给了徐凤年一瓶丹药 红喜相则一抬阑山去迁青牛 只留下徐凤年站在凌乱菜谱边缘 看着菜谱中的发呆江泥 他不陪 我陪你就是了 江泥蹲到地上 轻柔扶起一颗幼苗 莫不作声 内伤不清的徐凤年吞下了丹药 调离契机 通过吐纳将体内气血按规律 循环了几个小昆仑略有好转 睁开眼看到带了些摘饭过来的红喜相 你倒是个好人 我的婢女 我要打要骂要调戏 那是我的天理 别人欺负算什么事情啊 打她巴掌 不是等于伤我耳光吗 这些我不懂 你也就懂个屁了 那女子 真是被你拒婚的隋珠公主 啊 你都知道了 听小道是个乡客们 讲过一些山下的事情 当年老皇帝 要把以武乱境的江湖掀翻 要满国武夫心悦臣服的 不服在天子脚下 做听话的狗 可几大藩王称病的称病 直言此事不妥的直言 这直言是仗义 还是仗力 几大武将 一样不情愿做这损得的恶人 到头来 是谁做那背负天下骂名的货色 是徐霄 死瘸子才把西蜀灭国 扛着徐子打气 就把矛头对准的天下 其中不乏有北梁的士族 尤其是一些将校的家族根源 那时候军心大乱胜过任何一次 北梁大军不曾开战 便有两万名百战老族请赐还家 更有无数出身江湖的猛将 对徐霄心生怨憾 转投其他军武 可徐霄有过抱怨吗 洪喜相不奇怪 世子殿下称作自己的父亲 为徐瘸子 听说一言不合 世子殿下还会拿扫帚追杀大主 年轻师叔祖 本就不懂山下的人山外的事 这对最奇怪的父子 他就更不懂了 后来当今皇上 对上英学公种种不满 学公说西蜀灭不得 有伤王朝气云 学公又说西蜀皇族需善待 否则会含了天下世子的心 皇帝陛下能如何 还不是让徐霄去做那出头鸟 一鼓作气 残两个月便尸如破竹灭了西蜀 至于得鸣心的西蜀皇族 连皇帝老二都被徐霄给一箭刺死了 近百皇族全部被吊死在城头 几乎死绝了西蜀 如此一来 皇帝睡觉安稳了 不说徐霄这些年如何 就连我这种最多祸害梁帝梁家归孝的顽固 都被变着发的暗杀了无数 要不是命大 早就死了 姜妮如此 我认了 她一个才五岁就死了爹娘的小丫头 要跟我过不去 说得过去 可那么多活了几十年一甲子的老狐狸 怎么也不讲理了 拉着一群好不容易栽培起来的青年俊艳陪葬 好好活着 不好吗 死了也好 正好去陪我娘亲 奇牛的不敢说话了 怕被打脸打鸟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六岁便握刀 九岁杀人 那会儿我的愿望 便是做天下第一高手 骑最烈的马 用最大最快的摸刀 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 以后娶一个如我娘亲一般温柔善良的女子 才算快一人生 这北梁数十万铁骑 又与我何关 可长大以后 才知道许多事情 不是你想如何便如何 许多人你与他讲理 他偏不讲理 所以当许霄 要我十年不碰到 十年后再让我游历三年 我都找错了 去年 圈门押的老黄死了 我没有问许霄 是不是他要老黄死在那五弟城墙头上 我不敢问 我今日练刀 以后再练剑 即便都练不好 甚至半途而废 我都要 年轻师叔祖出了一身冷汗 浸若寒蝉 徐凤年投靠着石壁 并没有说出最后的想法 只是望向墙对面那颗叶明珠 你求我姐 在江南那边过得好些 她若不开心 我就对你不客气 这不讲理 是跟天下人学的 可晓道 最是奖励不顾啊 徐凤年记起三年游历中 在落水河畔 远远的看到一个窈窕背影 相似到 最是能杀人 是 闭嘴 洪喜相刚想拍马屁 说世子殿下这话说的 大学问大讲究 却被徐凤年先知先觉 徐凤年正想写一封信给徐霄 对隋珠公主那边多留个心 刚想使唤洪喜相 突然天降异象 偌大一条直屑而下的汹涌瀑布 炸裂开来 水浪如脱江野马扑面而来 徐凤年和洪喜相都变成落汤记 原来是王小平给世子殿下的一个下马威 随后 飘然去 莫名其妙的徐凤年 邓相被殃及驰鱼的洪喜相 小王师兄属牛 所以就这个酱皮剑 以前他在这里练过剑 估计是有些恼火 世子殿下大人有大量 别跟小王师兄一般见识 他练剑 以后说不定就是新剑神了 世子殿下再来个探当取物的天下第一刀 就是武当一桩美坛啊 去茅屋帮我拿去纸墨 洪喜相屁颠屁颠跑去搬东西 最终却不是洪喜相拿来物品 而是从未踏足过玄仙崖的江泥 他手中提着一方火泥古宴 和几页轻弹宣旨 这古宴原是江泥皇叔 江泰雅之物 随后提笔将今日与隋珠公主相遇后 事无巨细一一写旧 随后由青白鸾送回 徐凤年来到白象池边上 看着深潭波光淋淋 还有那块如龙角惊险出世的巨石 我要下山 连菜谱都不打理了 任由那块小园子荒废 我要下山 事先说好 你前脚下山 我后脚就把它踩平了 随你 你要下山便下山呗 脚在你自己身上 我总不能绑着你吧 不过下山之前跟我去办一件事 作为回报吧 我把你手上拿着的这番火泥宴送你 如何 江泥二话不说 将手中古宴丢进白象池 他不希望这方象征西楚盛世繁华的古宴 被眼前家伙遭见 徐凤年看了眼天色 晚上我再喊你 江泥也不问什么 就去茅屋前 蹲着看最后几眼菜谱 可见他嘴上硬气 心底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骑牛的滚出来 年轻师叔组果真窜出来 你去准备些酒肉 一根用于书写匾额的大锥 实在不行拿把扫帚都行 还有一桶墨汁 马上去 世子殿下就是做事啊 练字 该不是去紫阳棍桥面上去写字 哎呀 这种没品的事情 本世子怎么会去做 东君 滚 徐凤年打赏了一个滚子 洪喜相自求多福外 顺便给紫阳棍祈福 这位世子殿下可别整出幺蛾子了 紫阳棍百来号道士 这些日子哪一个不是担惊受怕 据说那位住持真人 每晚都睡不好 天天去大师兄那边倒苦水 恳求将那位不知何时 兴风作浪的混世魔王给请到别处 徐凤年等了半个时辰 等到洪喜相把东西扛来 便回到瀑布后 调养生息 骑牛的带来一壶香醇米酒 两斤熟牛肉 一只半人高的巨大追猴 一桶墨汁 很极权 徐凤年真不知道 这骑牛的每天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跑腿送饭就在水边发呆 要么就是放牛骑牛 怎么修的天道 如果修行天道是如此惬意轻松 徐凤年都想去休息了 十五月正元 空中挂着那么个大银盘 走夜路无需提灯 徐凤年原本想拿夜明珠照路 免了 喊上一直待在菜谱当泥人的江泥 一同往山顶走 紫阳观躲过一劫 可怜武当三十六宫中的第一宫 太虚宫就要遭殃了 夜色似微虫 山势如卧牛 明夜如简素 裹我河江泥 徐凤年诗性大发 急性做了首音律不齐的 别角五言诗 这首诗绝了 小泥人 你觉得比较梁州世子 那些身影诗词如何呀 几乎所有重物 都由他提着杯子的江泥 连表情变化都欠缝一个 徐凤年带着江泥 拾接而上 直奔大莲花峰峰顶的太虚宫 那里有一个白玉广场 醉意挥毫泼墨 到了太虚宫门前 山峰拂面遍体凉爽 徐凤年让江泥 把东西放在台阶上 撕咬了一块牛肉 坐着思量着如何下笔 大言飞翘 是天下闻名的大耕脚言 徐凤年起身 去拿起大锥喉伸进水桶 摇晃了一下 还是没想好要书写什么 本想借酒发挥 一看江泥已经仰头灌了一大口酒 只见江泥摇摇晃晃走向大笔水桶 双手捧起后走到广场中央 开始书写 大草两百四十五字 一笔长有五六字 一西蜀月山河王 东月月山河王 大江头百姓苦 大江尾百姓苦开头 一江泥试杀徐凤年结束 他捧着大笔坐在年字附近 一山河之正正出神泪流满面 徐凤年坐在最高的台阶上 好一篇月下大庚爵士沙铁啊